好剛剛我們看了以後我們的動態其實他的速率感其實不太對 我們來看一下問題在哪裡 我們落下的時候 他應該是有加速度落下 好碰到 彈起來 這裡 在這裡接觸面的這個影格其實應該 他是會有一個快速度很快他不會在這邊緩 緩速下來 預設blender這裡的都是用緩進緩出 我們按ctrl tab切換到 Curve Editor Graphic Editor 我們這裡tab 可以ctrl tab可以快速切換 dope sheet跟 Graphic Editor 好我們來這裡觀察一下我們的 Root Root的xyz Z軸 我們 這裡 把其他的先隱藏起來 這樣比較方便我們好觀察 然後我們可以按home home鍵 把它放大 你看嘛這樣這裡 他這裡是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去 這裡緩進緩出 機段落下的話不會因為接近地板而 速度變慢嘛他應該是很快的下來 撞到彈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影格落下的影格 部分有問題 好我們回到 Graph Editor 這裡 他有問題我們 再按v 選到這兩個key這個key有問題按v vector 預設都是 I的我們把它改成vector 變方形的 我們看一下 Graph Editor 他這裡就是這樣會落下 我們再播放一次 有沒有 這動態其實比較硬 硬硬的撞到地板的感覺 這才是比較正正常的 動態 的curve的形式 我們這樣碰到 好 vector 我們按v可以就做我們針對我們的 曲線 來做他的性質的調整 一種蛋 錄下 不